起猛了,家人们,一觉醒来房子被陨石砸了 这个男主阿龙,每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哭 但旁边浸湿的枕头不像是口水流的 而他始终想不起来,梦中自己见到了什么 仿佛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个人 而第一次产生这种错觉的时候,恰巧是流星落下的那天 那场景太美了 对于当时看到流星的人来说如同梦境一般 梦中名叫三叶的少女朝阿龙丢了一根发绳 少女猛然惊醒 睁眼却发现这房间有点陌生 摸了一把胸口 被上楼的妹妹看见,赶紧叫她起床吃饭 少女忙着地走到更衣室前 脱下睡衣,发出了惊喜的叫声 妹妹做好早餐,少女再次下楼 奶奶和妹妹看了她一眼 有些疑惑地说,今天恢复正常了 少女更加猛然了,啥情况呀 一家人无视了小镇选举正常的事情 切换新闻台,那边正在播报一个月后的彗星碎片流星雨的事情 他们都没怎么在意 少女三叶上楼绑上发绳 和妹妹一起出门上课 半路上,遇上了好友光头和沙耶香 两人吵吵闹闹闹,如同欢喜冤家一般 两位好友看到三叶 也说她今天似乎很正常 此时,他们路过镇长选举现场 街坊邻居都在讨论 这次应该又是三叶父亲大选 就连班上同学也在认为三叶 说她是镇长的孩子 还和土木建筑的人认识 三叶不想搭理他们,转身就走 没想到父亲却看见了他 并当中叫住了三叶 让他抬头挺胸的走 街坊邻居觉得三叶的父亲对家人很严格 但另外三位同学却认为三叶这样很丢脸 三叶狼狈的来到教室 却发现自己的本子上竟然多了一行字 上面写着你究竟是谁 此时老师正在给众人讲课 说起黄昏的时候都被称为缝魔之时 在即将天上之时会有一段交替的时间 这个时候老师点名三叶,三叶赶紧起立回答 老师笑了起来 看来今天你记住自己的名字了 三叶更加疑惑,究竟什么情况呢 下课后,沙叶想和光头告诉三叶 昨天,三叶来上课 可自己想不起来座位和橱费在哪里 偶尾也乱头糟的没绑起来 感觉就像失忆了一样 三叶表示,昨天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在过别人的人生 光头以为他是遇到了平行世界了 三叶又质问光头是不是在自己本上写字了 再加上马上又到神社的仪式了 三叶最近心情很是不好 巴不得赶紧毕业 离开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小镇赶紧去东京 没有咖啡店,没有书店,没有牙医 连电车都是两小时一半 光头实在停下去了 两人抱怨 于是带着他们去了饮料贩卖机那里 买了一杯咖啡就当是咖啡厅了 不过两人也能理解三叶的心情 毕竟神社的表演他可是主角 三叶他们家的神社平时会编制手环 按照哪个的话来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是因为此前一场大火把周围一带和神社都烧毁了 所以很多古时候的资料都遗失了 遗留下来的只有传统的遗事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已经没有记载了 但即使蚊子消失传统也不能夭食 但是那个笨蛋女婿竟然舍弃神职去搞什么政治 此时三叶的父亲和光头的父亲正在谈论选票的事情 坐在门后的光头感慨腐败的味道 然后就被父亲要求过两天去工地学爆破 他也觉得日子挺难熬的 而此时三叶正在举办神圣的仪式 他和妹妹都要登台跳神乐舞 姐妹俩都很漂亮 长得和母亲很像 跳完舞的姐妹俩要将煮好的泥打开 放进口中咀嚼吐出来 说是这边古老的一种孽酒方式 沙叶香欲言又止 口嚼酒这种东西神明真的会喜欢吗 光头表示当然会喜欢 那可是美少女的口水 此时另外三位同学看到三叶表演 各式露出嫌弃的表情 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到 没想到三叶还敢在别人面前吐酒 当天晚上三叶大受打击 但妹妹一点都不在意 甚至还十分富有头脑天赋 要是可以把口嚼嚼拿出去卖 不过三叶还是接受不了 太羞耻了 他大喊 他不想待在这里了 也不想要这样的人生了 如果有来世 他想变成东京的帅哥 妹妹叹气 这次终究是疯了 第二天一早 一位东京帅哥从莫刚醒来 碰到不该碰的地方 分尸脸红 不准让他赶紧吃完饭去上课 此时帅哥发现 朋友也给自己发了消息 他又着急想去上厕所 好不容易收拾完出门 这个月都没回过谁 望远望去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车来车往 这里就是他梦寐以车东京啊 没错 这位帅哥生体里的 正是三叶的灵魂 此时帅哥的好友也找了回来 拉着他过去吃饭 听说帅哥在路上迷路了 脸上都有一些惊讶 尤其是帅哥说错了自称 这个帅哥叫阿隆 两人发现他没带午餐 还给他拼了一份三明治出来 听说下午要去咖啡厅玩 阿隆看起来十分高兴 来到咖啡厅看了一眼菜厅 跪得离谱 但是阿隆身上的三叶以为 这只是一场梦 干脆花了一笔钱 畅快地吃了一顿 然后发现 手机上显示自己打工吃到了 两位好友让他赶紧过去 但是三叶怎么可能会知道 阿隆打工的位置在哪 于是两人带他去餐厅 一路上忙得要死 三叶十分痛苦 这梦什么时候能醒呢 偏偏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客人叫住了他 说披赛里面混进了一根牙签 三叶哪里见过这种找茶的方式 下意识地回答 意大利餐厅的厨房里并没有牙签 这两人立刻找茶 好在这个时候 阿隆和前辈走了过来 主动把阿隆解救了问题 虽然免单了 但这两个人还没有放过前辈 前辈的裙子被划烂了 下班收拾客厅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 这种情况 前辈是没法回去的 三叶犹豫了一下 对着前辈去了小黄金 让对方把裙子脱下来 然后意识到自己现在还是个男生 立刻表示会回头 前辈重新裹了个毯子 他把裙子递给了三叶 三叶熟练地给他缝了好裙子 还有可爱的小花 三叶对前辈照顾他的事 表示了感谢 前辈表示 他今天看到阿隆还有些担心 毕竟阿隆很弱 却老跟人打架 不过他更喜欢今天的阿隆 和女孩子一样手巧 三叶感慨 今天的梦也太真实了 睡前他发现 这个身体的主人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并且相册里还有不少前辈的照片 咱也都是明白了 这个身体的主人可能暗恋前辈 于是他在日记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又想起之前在本子上看到的问话 于是在他手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三叶 第二天一早 真正的阿隆回来了 看到手上的名字 还有手机上突然多出来的日记 以及朋友们问他还记得工作地点的位置 阿隆陷入了疑惑 啥警方 很有感慨 还是昨天的阿隆可爱一些 工作地点的其他男生 对阿隆和前辈走得近 很失陷 阿隆看到前辈和他打招呼 也会有点不好意思 第二天 三叶也看到了手臂上的字 听妹妹说 自己今天没摸胸 她顿时脸慌 而且来到班级时 班上的其他人目光瞬间看了过来 啥叶香表示 三叶昨天干的事情太尽量了 时间倒回到一天前 就在三叶穿越到阿隆身上时 阿隆也来到了三叶这里 并且在班上三个学生对三叶指指点点时 阿隆毫不犹豫地踹翻了桌子 三人顿时就不敢说话了 三叶没想到自己竟然做了这种事情 他匆忙回到家 翻开本子 果然看见上面又多了很多话 此时阿隆和三叶终于意识到不对了 自己竟然真的和梦中那个人互换了身体 自从发现这一点后 两人一周有个两三天都会突然互换身体 触发条件是睡眠 触发原因不明 交换身体后 记忆会越来越模糊 但根据周围人的反应 他们确实是交换了身体 为了不破坏对方的生活 双方写下了绝对禁止的条约 并且互相将发生的事情记录在日记和手机上 为了尽早解决这个神秘的现象 两人开始互相协助的生活 但即日如此 两人还是无法接受对方的存在 阿隆会用三叶的身体去打篮球 结果班上的男生都看直了眼 而三叶会用阿隆的身体去吃蛋糕 差点祸祸完阿隆的工资 阿隆得帮三叶编织手链 三叶可帮阿隆打 阿隆在阵子上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小桌子 三叶则和前辈越走越近 还没等阿隆生气呢 三叶就发现学校里不断有男生和女生 正在对自己告白 一看就知道阿隆干的好事 两人纷纷表示不谈恋爱 只是因为不想谈 这天阿隆在三叶的身体里醒来 本来觉得摸摸胸口对三叶不好 结果等妹妹一开门 这家伙还在摸 妹妹叫他赶紧起床 此时距离会心到来不过几天的时间了 阿隆这才知道 今天竟然不上课 他们姐妹俩得跟着奶奶上山 阿隆赶紧上前背起奶奶 奶奶问两人知不知道产名 其实就是当地山神的称呼 也是一种现象 这只手腕的丝线连接就叫产链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叫产链 他们编织的手环 象征着时间的流动 喝下饮料和酒水也算是产链 因为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联系 不过表示 他今天要去的神社是祭祀的位置 那里是一个天坑 正中央种了一棵巨树 奶奶告诉阿隆 跨过树木之围的河流 那里就是隐世 要回到那个世界就要留下最重要的东西去更换 也就是三叶和妹妹的口条酒 因为是从他们身上诞生的 所以这就相当于他们的半生 阿隆拿着三叶制作的口条酒 和妹妹一起放到了下方供奉的那场 到黄昏缝膜之时 三叶才来到湖边 那是一个巨大清美的一波 阿隆直接被分紧震撼了 此时妹妹胆态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灰心 没想到奶奶突然问了阿隆一句 你现在是在做梦吧 阿隆猛然从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竟然泪流满面 一看手机 前辈给他发消息说 自己已经到了 阿隆看了一眼三叶留下的讯息 竟然还给他组建了一场约会 原本三叶是这么计划的 但此刻他就有些失落 而此时阿隆看见打扮的妹妹的前辈 很是不好意思 前辈也带着阿隆去天台看风景了 三叶在扎头发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落泪了 他不但给阿隆准备好了约会 也知道对方可能不太会聊天 所以还特意收集了聊天网站 前辈也发现了阿隆似乎不太对劲 两人一起来到了摄影展 阿隆发现挂在相处主题的摄影下方 竟然有一张天池的照片 前辈突然靠近阿隆 说他今天就和另外一个人一样 前辈在回去的路上 晚去了一起吃晚饭 并且他坦白 自己看出阿隆以前或许有些喜欢自己 也知道他最近可能喜欢别人了 阿隆顿时羞涩 倒也没反驳 看来心动是双向的呀 此时阿隆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上面写着约会结束的时候 正好能看到会心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成功 但三叶很期待明天到来 阿隆打开手机 发现上面有三叶留下来自己的电话 以前他们俩从来不打这个电话 但这一次阿隆想打过去看看 阿隆打过去的时候是傍晚时刻 在三叶接起电话时却是下午 而且打来的人是光头 因为今天晚上有会心 所以镇上举办了祭典 本来三叶也要过去帮忙 但是他今天看起来不是很高兴 光头和沙耶西洋都有些担心 没想到三叶出现时 竟然变成了短发 三叶说他想转换一下心情 光头怀疑他是不是悄悄恋爱且失恋了 但三叶嘴上说自己剪头发没什么理由 三叶一同来到了半山腰 在湖湖那里远远的看到了彗星 巨大的彗星十分美丽 但其中却分散出了一小块 冒着火光出现在三叶眼中 而此时阿隆发现 他没有打通三叶的电话 准备在下次交换身体的时候 向这次失败的余优会告诉过三叶 但他没想到 之后他再也没和三叶交换过身体 阿隆是一个很喜欢画画的人 因为没有交换身体 最近他都在画看到过的天地 并且疯狂在网上查找过天池的消息 似乎是打算去亲自见一见三叶 可是他怎么都想不起来 梦中那个地方在哪里 凭借着仅存的记忆作画 阿隆这段时间也在努力打工 终于算是把梦中模糊的天池和小镇画了下来 他将这些画全部折叠起来 然后戴好手绳立刻出发了 没想到好友和前辈居然也来了 他本来是拜托好友 帮他瞒着家里人去打工 没想到好友竟然还把前辈给拐来了 打工的事情交给另外一位兄弟 好友和前辈都担心是阿隆才跟了过来 怕阿隆是遇到了仙人跳 毕竟说做梦没人相信 两人以为阿隆要去见网友 因为一直没有交换身体 阿隆实在太过担心 但他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不知道具体地点在哪里 只知道当地的风景 甚至连对方都联络不上 越听越是被悬人跳了 这年头还容易被人骗去嘎腰子呀 你说是吧 一号七 好友和前辈表示会帮阿隆一起找 结果两人一直在旁边看风景 阿隆他们到了当地 两人玩得十分开心 似乎只有他一直在找人 阿隆实在输不了了 他觉得自己还是找不到人 前辈和好友很是失望 那他们之前的努力怎么办 阿隆震怒 你们什么时候努力了 就在三人准备放弃 随便找一家拉面馆吃饭的时候 好友都在查当天下午回东京的车票了 阿隆看了一眼手上的话 没想到拉面馆老板娘一眼阵处在这里 并说这里是纪守镇 原来老板竟然是在这个镇上出生着 阿隆陡然反应过来 对对对 就是这个地方 他赶紧问两人要如何过去 没想到众人的表情一下变得难看起来 就连朋友和前辈都反应过来了 你说的那个小镇 该不会是当年彗星的那个小镇 阿隆匆忙赶到现场 昔日的小镇被围栏围着 漂亮的天池边多了一个深坑 那里本来应该是阿隆梦中记忆的小镇 此刻却被天池溢出来的水给填满了 剩下的就是大片的废墟 朋友觉得不太可能是这个 和阿隆清楚地记得这些学校小镇的风景 然而朋友却说三年前这里发生了数百人死亡的灾难时 阿隆也看过那个新闻 阿隆愣住 怎么可能 他手机里分明还有三页写的日记 他立刻打开手机 却发现眼前一画 原本清楚台内的日记突然乱码了 并且当着他的面不断消失 最后一条日记也没留下 回头路上阿隆查了小镇的资料 三年前所有人都没料到 彗星碎片会突然分裂 整个小镇三分之一都消失 死亡人数不明 专家推测至少超过500人以上 那天恰好就是秋日祭典 整个小镇都在那边举办祭典 而彗星坠落的地方 恰好就在祭典的位置 此后小镇上再也没有人居住 翻开镇上死亡人数的纪念名单 最先看到的就是阿隆梦中三叶的两位好友 光头和沙叶香 而后的是三叶的一家人 看到三叶名字的时候 阿隆浑身冷汗 好友和前辈也觉得他应该是搞错了 毕竟按照时间来算 三叶三年前就死了 可阿隆清楚地记得 就在两到三周前 三叶还跟他说过可以看到彗星 此时奶奶的话在耳边响起 他在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阿隆脑海中的记忆突然模糊 他有些弄不清楚自己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了 前辈点了根烟 阿隆还在查资料 好友和前辈聊起了关于阿隆的事情 他问前辈怎么看阿隆说的那些事 前面表示前段时间的阿隆还挺喜欢的 他觉得阿隆会有这样的表现 多半是和某人相遇并改变了自己 所以他不觉得阿隆是在撒谎 而此时阿隆看着空荡荡的日记 在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新闻 回忆自己可能真的只是在做梦 不小心把三年前无意间进入的新闻混在了一起 否则的话 三叶可能就是幽灵 或者自己已经出现幻觉了 此刻他发现 自己竟然想不起三叶的名字了 正好这个时候前辈走了进来 阿隆抱歉地跟他说 给他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前辈翻开小镇上的特产介绍 其中就有结绳 他看到阿隆手上挂着的绳子 问他这个是不是也是结绳 阿隆说这是很久以前有人给他的结绳 他想不起来是谁给的了 但一直留在身边 待在手上当护身对待 前辈看他如此纠结 便让他先去洗漱 阿隆却想起有人告诉过他 结绳代表着时间的流动 此时他突然想起 梦中还去过一个地方 是奶奶带着他放口嚼酒的地方 阿隆在地图上写下了地点 然而当天晚上他却做了一个梦 三叶仿佛在耳边呼唤他的名字 有些失望地问他 不记得了吗 前辈猛然惊喜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阿隆在桌上留了一封信 让前辈和好友先回忍住 自己有个无论如何都想去的地方 阿隆让拉面店的老板 把自己送到了小城外 他一路逐步往山下走 根据记忆开始画地图 不敢瞧 这个时候又下雨了 他担见手上的手绳 想起奶奶说过的那句话 只要用别的方式建立了产灵 也算是建立了联系 阿隆真的找到了梦中的那棵大树 他明白自己并不是在做梦 跨过树外面的溪流 阿隆找到了下方的地点 那里果然摆放着两瓶口角酒 一边是妹妹带来的 一边是阿隆代替三叶放上的 和他交换身体的 是三年前灰星坠落之前的三叶 如果口瘸就是三叶的半身 那他能靠这瓶酒 再次和三叶建立联系吗 他希望这杯酒能再一次倒流时间 阿隆起乘的瞬间脚下一滑 抬头就发现 洞窟上方竟然画着一个灰星分叉的图 而此时阿隆摔倒在地 看到头上的灰星轨道 宛如一根丝线 将他拽向了属于三叶的人生 在那里他看到了三叶的出生 看到了三叶一家幸福的样子 然后三叶的母亲生下了妹妹 不久后身患重病临世 父亲非常难过 他救不了妻子 继承了神社也没有任何作用 他爱的是妻子而不是这座神社 于是父亲转身离开 去做了小镇的镇长 奶奶将姐妹俩抚养长大 阿隆也想起了两人的记忆 通过这根绳子 他看到了三叶在三年前 和他最后一次交换身体的那天 三叶在意识到自己喜欢阿隆后 突然告诉妹妹 自己要去东京与他 回来后 却让奶奶给他剪短了头发 阿隆拼命地想让三叶赶紧离开小镇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通过三叶的眼睛看到彗星碎片 不断降落在小镇上 其中一颗冲着三叶砸了下来 等他梦中惊喜 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三叶的身体里 妹妹过来打开门 就看见阿隆勒流满面的息胸 并且还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向他妹妹赶紧关门告诉奶奶 她姐终于是疯了 自己先走一步 阿隆看了眼新闻 确认今天就是彗星坠落的当天 不过他已经来到了这天的早上 奶奶端着茶水走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孙子 就确认他不是三叶 阿隆惊讶 奶奶竟然发现了 奶奶表示 自己是少女的时候 也做过奇怪的梦 梦中的自己也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过他已经把梦的内容全部忘记了 他让阿隆好好珍惜这段时间 因为梦这个东西 醒来后很快就会冒际 无论是奶奶还是三叶的母亲 都经历过这样的时间 这时阿隆便猜测 三叶他们家族恐怕都做过这样的梦 恐怕就是为了提醒他们 今晚发生的事情 于是他立刻告诉奶奶 今晚会有飞行坠落 奶奶露出了碰碰的表情 并告诉阿隆 你这样说 没人会相信的 阿隆觉得既然要救 不如把所有人都救出 于是他立刻来到学校 找到光头和沙叶香 这个时候三叶已经剪短了头发 光头和沙叶香都很惊讶 阿隆也觉得 长头发好看一些 没想到这个时候 阿隆突然开口说 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做 今晚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拉着光头和沙叶香开始行动了 沙叶香第一次翘课 就跑去买了零食 光头和三叶商量 动用防灾警告 毕竟镇上可是有扬声器存在的 沙叶香拎着零食回来 就听见两人计划疏散人群 因为光头前段时间学了爆破 所以准备用仓库的储备材料 做一个小炸弹 先引起恐慌 然后黑进广播室 让沙叶香通知全镇的人去避难 因为阿隆是穿越回来的 知道这个小镇的安全范围在哪里 把学校操场做了个避难所 并且拜托沙叶香过来煮锅 阿隆做负责去见镇长 也就是三叶的父亲 毕竟如果不说服镇长 无法安排避难人员 沙叶香倒觉得无所谓 但要是事情没有发生 那岂不是三叶胡思乱想呢 如果光头去学了 三叶说的陨石坠落不无可能 因为他们小镇的天池形成原因 也是1200年前被陨石砸中了 中午的时候 阿隆就找到三叶的父亲 不过父亲并不认可三叶的话 觉得这话绝对是胡说 还以为神社让三叶变得谁神叨叨 甚至表示要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如果检查没问题 他才相信三叶的话 阿隆时被生气 立刻上前扯住父亲的领带 父亲顿时意识到 眼前的女儿似乎不是自己的女儿 阿隆失落地回家 在路上拦住想去祭奠的孩子们 让他们赶紧去通知朋友们离开小镇 此时妹妹也冲了过来 他感觉姐姐变得不太对劲 阿隆觉得如果是亲生女儿 一定能说服阵仗 所以他告诉妹妹先带着奶奶移开 继续待在小镇上会死的 妹妹更加惊讶 说三叶在说什么 从昨天他突然跑去东京就不太正常 这个时候 荒头和沙叶香骑车过来了 阿隆看了一眼放口角酒的地方 觉得三叶可能会在那里出现 于是立刻借走了光谱的自行车 让两人按照计划继续行动 自己又打算前往那里去找自己在身体里的三叶 此时三叶醒来时发现在阿隆的身体里 他不明白阿隆为什么会跑到小镇来 然而他爬上天池 却惊喜地发现小镇消失了 此刻他猛然想起自己昏迷前进 应该是被隐石给砸中了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死了 而此时阿隆也透过记忆想起了三叶昨天的事情 昨天三叶在交换身体后决定前往东京见他 路上他一直很期待又怕给阿隆添麻烦 他一路到了东京却发现电话打不通 以为根本见不到面 但是又不想放弃 又怕见面后会尴尬 但是又希望阿隆看到自己能开心 但是他确信如果两人能见面一定能认出对方 三叶一路走得脚疼始终没有找到阿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在一辆电车上看到了疑似阿隆的人 于是他立刻上了车 怀揣着紧张和激动的心走到阿隆的面前 可是他并不知道 眼前的阿隆是三年前还未和他交换身体的阿隆 阿隆十分难过 那时他还不认识三叶 此时的他却为了见到三叶不断地向前跑去 此时三叶在车上叫了阿隆的名字 阿隆抬头却发现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在和自己搭话 三叶顿时尴尬不语 他以为阿隆不记得自己了 在下一阵到来时狼狈地准备离开 没想到阿隆却救出了他 问三叶的名字是什么 三叶回答的同时将自己的头绳送给了阿隆 阿隆终于想起了 原来三年前 随时坠落的前一天 三叶已经去见过了阿隆 此时正好是黄昏的缝魔之时 在阿隆身体里面的三叶听到了阿隆的声音 两人沿着天池狂奔了起来 终于在一瞬间擦肩而过 本来两人是看不到对方的 只能听到声音 恰逢此时黄昏落下 黑夜到来 再次睁眼 两人却能看见对方了 而他们的身体也交换了回来 三叶看着阿隆顿时泪流满面 阿隆也感慨 见你一面 真不容易啊 你在好遥远的地方 三叶自好奇阿隆是怎么见到自己 毕竟当时他已经被陨石砸中了 阿隆表示他喝了口嚼酒 三叶顿时就脸红了 阿隆并不知道那个酒是怎么做的 三叶又说他悄悄摸了自己的胸 阿隆也没想到会暴露 三叶发现阿隆还带着他给的头绳 阿隆表示他来见自己的时候 自己并没有交换身体的记忆 不过这根头绳他带来三年 接下来就让三叶继续带着 两人对视一眼 这我就不好意思了 此时流行的轨迹已经开始出现了 阿隆将事情简单地告诉他们三叶 三叶表示黄黄之时已经要结束了 为了不让他们互相忘记 所以他们决定互相交换名字 阿隆在三叶手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就当三叶要写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笔却掉落在了地上 时间结束 三叶已经回去了 阿隆还有一句话没有告诉他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 我都会想办法见到你 他试图记住三叶的名字 可惜当笔再次落到手上的时候 他还是忘记了三叶的名字 别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他知道自己是来见某个人的 是希望对方活下来 那个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可他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了 此时三叶还记得阿隆的名字 他一路朝着祭典的方向跑了过去 并且在电站外面降到了光头 光头听说自己的自行车被弄坏了 并没有多问 而是问三叶接下来要继续行动吗 三叶看到过陨石砸在阵阵上的场景 所以他让光头继续行动 两人已经安装好了小炸弹 一旦爆炸 电波就会传到沙叶箱那里 三叶拜托沙叶箱不断重复让人避难的通知 然后又让光头开车带着自己去找父亲 很快电站就发生了爆炸 光头也是浑身冷汗 庆典上的众人也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整个小镇都进入停电状态了 毕竟发电站都被炸掉了 就在众人讨论的时候 流星已经开始滑落 沙叶箱假扮小镇的公安局派发通知 说发电站发生了爆炸事故 之后还有可能再次爆炸引发火山 让各个区域的人迅速前往高中避难 政府那边也发现了他们没有发出通知 但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听到了广播就开始行动了 光头也立刻带着三叶下山前往镇上 他们迅速让周围的人赶紧撤离 三叶泪流满面 因为他发现自己想不起那个人的名字了 光头告诉他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如果不能说服三叶的父亲 他们之前做的事全部都白给了 此时附近也确定没有山火 让人赶紧把广播停下来 已经有人查到广播是从高中那边传来的 很快就有人赶到了沙叶箱那里 并且中断了广播 三叶在半路上就撞掉了 沙叶箱哇哇大哭 但也只能跟着老师先走一路 这个时候政府那边也发布了通告 说他们正在调查事故县程 让民众在原地等待知识 光头准备让人快跑 但这个时候他见到了父亲里面过来了 光头知道自己完蛋了 谁料一抬头 头上的陨石竟然真的有分裂 大家都猜测这是一场意外事故 而三年前的阿龙也看到了新闻 他觉得电视看得不够清楚 一直匆匆跑到了屋顶上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陨石究竟有多危险 除了还记得阿龙告诉他那些事的三叶 三叶一路跑到父亲那里 抬头就发现陨石正在坠落 他一脚滑落滚下了山坡 他想不起来阿龙的名字了 手掌上赫然写着的是我喜欢你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 这行字才能留下来 三叶擦掉眼泪 立刻找到了父亲 看到女儿认真的表情 父亲愣住了 不久后 陨石碎片穿过了大气层 植中小镇原本办祭典的地方砸了过去 轻刻间 整个小镇三分之一都移为了平地 阿龙从梦中醒来 看着手上画了一幅 还有眼前出现破碎的小镇 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出现了这个地方 几年后 正在找工作的阿龙 恍然间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自从离开季守镇回来后 他就感觉自己一直在找某个人 他想做一名设计师 两位好友现在都已经有着落了 前辈也已经结婚了 距离陨石坠落已经过去了八年 上次他们去小镇已经是五年前 三人都不太记得那个时候的记忆 阿龙也不明白 自己那段时间为什么那么在意陨石的事情 但那次灾害并没有酿成太太的伤亡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居民都在操场上避难 原来前一天整个小镇的人正在举办全镇居民避难演练 万幸那天五亿人死亡 只有一百多人受伤 全镇人民在陨石坠落前的一个小时就撤离了 被世人称作为一场奇迹 因为太过偶然和幸运 随之而来的传闻也越来越多 毕竟小镇的镇长还做过神社的主祭 阿龙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这么在意陨石的新闻 明明他在那里也没什么熟人 阿龙和前辈告别 后来到了咖啡厅 听到旁边有两人正在讨论结婚的事情 一个熟悉的名字专入他的耳朵 光头和沙耶湘正在聊婚前减肥的事情 阿龙离开咖啡厅 在天桥上 在和一个打伞的女子擦肩耳骨 两人都注意到对方 却没能对上视线 而现在阿龙还在看小镇上的风景 明明已经消失在陨石之下 却令他魂牵梦饶 工作还得继续 第二天阿龙和三叶坐到了电车 两辆电车正好同轨 两人在抬头的瞬间 看到了另外一辆电车上的对方 但电车越跑越远 两人心里急切地想见到对方 同时在下一站下的车 崩潘地往后方跑回去 终于在楼梯口见到了对方 但他们速度相识 冷静下来后又准备一步 可就当即将错开之时 阿龙终于鼓起勇气回头叫住三叶 他说自己似乎在哪里见到过他 三叶突然落泪了 他也有相同的感觉 两人同时问出了对方的名字 在陨石之后的第五年 他们终于重逢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干队四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